您好,我是昆龙刘石,欢迎来到书馆,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果不其然呢,咱们前文书这一段啊,被和谐了 有的朋友说了,不是没和谐吗? 对呀,您看的是什么,这个头条啊,这个B站呢,还都有片子在 那这是为什么呢,您还能看见呢? 这是因为我把20分钟的小片啊,然后就剪到了14分钟 那有好朋友就问了,您剪它干嘛呀? 那您这还用问吗?一审没过呗,就把那些敏感的剪掉了 我本来想啊,推荐您到这个百家去看完整版的 可是我今天发现,百家在播了2000多次以后,也被和谐了 和谐就和谐吧,既然平台认为那些东西啊,是敏感的 是不宜推广的,那咱们呀,剪掉了也不可惜 其实呢,这个讲这个藏传佛教的故事啊,早就有这种想法 可是一直为什么没讲呢?就是怕这个 后来呢,在整个二韩国系列当中,咱们讲了十七的活佛准事 我这么一看呢,有的平台啊,给播全了 有的平台啊,播了七集,有的平台播了八集 还算情吧,我觉得呀,咱们避着点,绕着点 然后还是可以讲这个系列的,所以呢,咱们就开了这个血液 佛国这个系列,咱们也讲快二十七了吧,其实我个人还是很小心的啊,我觉得呀,我表达出来的只是我想表达出来的百分之三十而已 有百分之七十还是不敢说,当然了,各方面的原因都有 我感觉呢,咱们的平台啊,就是这样,稍微恶心点没事儿 也都不错,删减版呢,学徒我也都尽力了 那今天呢,是嘎举派最后的内容了,咱们一集就把这嘎举派讲完 那么咱们前文书说了,嘎举派是四大八小,这八小啊,咱就不讲了 咱们把这个嘎玛,嘎举派以外的三大派稍微捋一下,也就完了 咱们第一个要讲的呢,就是蔡巴嘎举 这蔡巴嘎举呀,也算是嘎举派的第四代,都是从这个三十祖达伯拉杰那传下来的 哎,他的这个祖师叫什么呀,这蔡巴嘎举的祖师啊,叫做向蔡巴 向蔡巴这人呢,如果按咱们中原汉地人来看呢,这个人还是颇有些争议的 藏族文献记载的向蔡巴呀,哎,那怎么回事儿呢 说这个人呢,哎,戒斗,善抢劫,性格特别的粗暴 咱们中原汉人看来呀,哎,那这简直啊,就是一个抢劫犯 那您想想,打人的时候没有猴手,骂人的时候没有猴口 抢你东西,那善得了吗 做这种勾当啊,看样子,这向蔡巴手底下,没少有人命 但是,哎,这但是是什么呢 说这个人呢,毫无私心,他一心向佛 那么这也不难理解,哎,就是说呀 他把抢劫来的钱呢,一分给自己花的都没有 全部用来修妙了 那您还别说呀,是一派开派祖师 哎,他是个出家,是个在家 咱们暂且不论,就即便你是个在家 你也得守五戒吧 杀盗淫忘久,这一样都不能犯啊 那您这出去抢劫,在这手上肯定是沾满鲜血 这钱呢,即便是用来修妙 这人呢,在历史上也不会有那么好的名声 那么高的成就 哎,这是您的看法 可是藏族人不这么看 藏族人认为呀,这个向塞巴呀 是三大成就者之一 他被尊为藏地三宝 三宝三宝 那他是其中之一,肯定还有两个呗 那第一个是谁呀 第一个呀,就是这个帕竹嘎举的多吉杰波 这多吉杰波呀,在这个佛教上也是大成就 那第三个可太有名了 这第三位呀,就是格鲁派的开教祖师宗喀巴 那您想想您可能对呀,这个多吉杰波呀,不太熟悉 但是宗喀巴,那这名字在藏传佛教当中肯定是如雷贯耳 您今天呢,随便进一座庙 即便呢,有很多是禅宗的庙 不是这个密宗的教,也供奉着宗喀巴大师 可想而知,这位大师啊,在这个藏传佛教界 乃至中国佛教界有多么大的威望 哎,这爱抢劫的橡菜八呀 就和这宗喀巴大师齐名 哎,有人说不好理解 可是呢,咱们讲过 咱们先讲过这秦僧六十达赖苍阳家措 那会儿啊,就有人说呀 这么讲啊,混了蛋了 怎么能把这秦和僧家到一块呢 那您想想一个人 如果呀,有老婆,有孩子,有情人 爱喝酒啊,还会写情诗 没事的,还经常啊 出入个风月场所 喝喝花酒什么的 那把这个情字放在这个人身上啊 我觉得还过得去 那有好朋友也得说了 那都不能用情字来形容这个人了 哎,那完全可以用浪这个字 所以呢,很多好朋友就说 这情字用不到一个僧的身上 哎,可是他巧了 这苍阳家措呀 他是天生的和尚 天生的大师 天生的人伯切 人家这个僧子啊 哎,是活佛转世来的 可不是谁哄着,骗着,劝着 哎,才入的世门 所以说呢,情僧这两个字 用在这个六十达赖喇嘛苍阳家措身上啊 听着虽然可能有些违和 但是完全恰当 那昨天咱们还聊了 嘎马嘎举派 实时下马八 红帽系的羊八颈活佛 贪财呀 引来了外来侵略者 库尔喀的骑兵 跑到后当地区就抢劫了 扎实伦布斯 这爱娘们的和爱钱的 这些个活佛咱们都讲了 那也就不缺这么一位爱抢劫的开派宗师了 1175年 这蔡拔嘎举就在这个蔡西卡建立了蔡拔寺 后来呢 在分封啊 这十三万户的时候啊 也得了一万户 所以这蔡拔嘎举啊 才能成为这个四大嘎举派之一 那下边咱们该说谁了呢 下边咱们说这拔荣嘎举 拔荣嘎举啊 虽然是这个四大派当中的之一 但是他只兴起强大了一代 他的祖师呢 叫达玛旺九 在元代的时候也被分封了一个万户 那他们接下来要说的 就是山南地区的帕竹嘎举 这帕竹嘎举啊 在一个时期可是非常庞大的一支 公元的1158年 多吉杰波 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个 和这个宗喀巴大师齐名的 藏地三宝之一的这位大师 在这帕竹地区啊 就建立了桑萨提寺 那这个寺庙虽然不大 但是非常的雄伟 我给您找个照片啊 您瞧瞧 在这个大元的治政五年 忽贝列也封了这个帕竹 为十三万户其中之一 您听了吗 刚才咱们说的这三大派呀 也就是这个嘎举派 除了嘎玛嘎举派的四分之三 哎 人家这三家可都封过万户 只有嘎玛嘎举派没有封过 为什么呢 因为这嘎玛嘎举派势力太小 又是尤僧 他没有庙 所以啊 这当年宗喀巴在封万户的时候啊 就没看得起他 所以就没有他 咱们不说这嘎玛嘎举 咱们继续说这个帕竹嘎举 这帕竹地区啊 咱们要知道啊 这可是有金矿的 所以说啊 这帕竹嘎举呀 非常的壮大 自己养着众多的兵重 元朝一枚啊 直接就用武力把他这一地区的这个撒家派啊 就就给消灭了 地盘啊 也给占了 在公元前的这个1354年左右 他们就建立了帕竹政权 当时这个明永乐四年的时候的 大部分的魏赃地区的土地几乎都归帕竹政权所有 哎 这明永乐皇帝呢 虽然没封他个大法王 但是封这个帕竹一派啊 为吴小王之一 叫什么呢 叫铲化王 哎 这么一来呢 这嘎举派啊 咱们能聊能交代的 基本上也就聊得差不多了 其他的什么八小派啊 咱们也没有一一的掰式的必要 哎 最后啊 咱们还得聊这么一个支派 这香巴嘎举啊 和这个四大八小可不一样 不平等 香巴嘎举和他们的祖师平等 嘎举派的四大八小 都是啊 这个达波嘎举的后裔 他们的祖师啊 叫达波拉杰 哎 这香巴嘎举跟达波拉杰啊 都不应该算是平等 这达波拉杰是嘎举派的三组 哎 这是有成就之后啊 所以这一宗一派啊 哎 才以人家的名字命名 那上面还有二组呢 那这初组是一师马尔巴 二组呢 是米拉日巴大师 这香巴嘎举派的这个初祖大师 琼布朗绝八呀 那是和这个马尔巴同一时期的人 这二人呢 都是到了这个天竺 去修习了佛法 引到了藏区 那么在十七世纪的时候啊 这香巴嘎举就走向没落了 现在而言呢 这香巴嘎举绝对算是这个 藏传佛教当中非常小的一支一派 因为啊 他只有一座寺院 哎 咱们前边说过 这座寺院呢 在杨卓雍措的附近 名字叫做桑顶寺 那提到这个香巴嘎举啊 那咱们就得说两件事 一呢 是这一个派别出现了一位大师 这位大师叫什么呢 叫汤东捷步 刚才咱们聊过的藏传佛教里 又让咱们听了之后 七鼻子很不堪不屑的人 那这一部分大师呢 那必定是少数 少中又少 可以说是极少 还是有相当的大师啊 佛法高深 广修善事的 汤东捷步 就是这么一位大师 西藏 大江 大河上的很多的铁锁桥 都是这位大师 化缘主持修造的 那中国人认为什么叫做善事 修求补路就为善事 不但如此 这位大师 还是这个藏系的始祖 他所编创的藏系 非常的早 名字叫什么呢 名字叫阿吉拉姆 这阿吉啊 有大姐 大姐头的意思 那拉姆是什么意思呢 拉姆啊 是仙女的意思 哎 这可以理解为啊 是仙女里的大姐大 那他为什么要写这么一出 关于女性为题材的 这么一出藏系呢 哎 咱们就要接出第二个 这个香巴嘎举的故事了 那就是香巴嘎举至今为止 她的长教活佛呀 是一位女性 就是著名的多吉帕姆女活佛 现在啊 应该已经传到了第十二世 现在的桑鼎寺第十二世 多吉帕姆女活佛呀 名字叫做德庆取真 是一位非常爱国的这个佛教人士 您可以去翻翻 咱们前方啊 有一篇就是讲 这位女活佛的爱国故事的 在59年的时候 被这个分裂主义分子 裹挟到国外 后来呢 通过自身的努力 以及国家的帮助 终于又回到了祖国 成为了一代爱国女活佛 德类这个嘎举派的故事啊 咱们就讲到这 明天呢 咱们继续往下讲 您早歇着 咱们明儿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bon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